今天我们将公布宣布宣布的资金 Gamestop 超过去 Gamestop是一个链子的视频 非常热闻的Gamestop 每股市场跑硕到争议的一家公司 叫做Gamestop的实行 Gamestop 中文名称游戏一战 股票代码GME 是家消费电子产品和游戏产品领树商 简单说就是一家二道贩子 从1996年创立品牌开始 游戏一战成为市场焦点的日子 趋之可数 原因嘛 行话叫基本面罚上可陈 简单说就是生意不好做 资本都嫌弃 游戏从2016年开始 线上卖游戏成为主流 Xbox和PS都纷纷设立自己的线上游戏发售平台 主攻线下游戏零售的游戏一战 迅速就成为了没人要的小媳妇 但进入2021年 游戏一战如何成为全球市场焦点 为什么很多人在喊散户逆袭装家 背后又引射了什么样的玄机 相信看完这期视频 你都能够找到答案 大家好 我是头上有鸡脚大脑会思考的硬核阿牛 阿牛做了一个统计 从2015年12月到2019年9月 游戏一战只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 把自己的股价从46.07美元下降到3.97美元 来了个脚踝斩 市值缩水91.38% 但是在号称刀刀见血的华尔街 这种主营业务做不好 跌跌不休的公司实在是太多了 游戏一战股价再惨 也没有多少投资人会做多它 奇怪的是 在最近一周 JME的名字破圈了 甚至被刚上台的拜登政府点了名 1月27日 白宫新闻秘书 Jim Pasaki表示 由财长耶伦领导的 拜登政府经济团队 正在监查游戏一战的情况 另外 美国德美利证券 宣布开始限制用户交易股票 游戏一战的股价 涨成了一柱晴天 这个用4年时间完成脚踝斩的公司 只用了3周就完成股价逆袭 从17.69到347.51 涨了1864% 时间到了1月29日 这场业内称为世纪逼空大战的炒作 以华尔街空头爆仓而首尾 但美国散户的狂欢也戛然而止 华尔街竟然把网线删除股票代码 据社交媒体的用户反映 目前无法在美国在线券商Robinhood上 找到AMC、JME和诺基亚的股票 导致无法交易 1月29日当天 游戏驿站、AMC院线、黑美等散户抱团股 集体大跌 截至收盘分别大跌44.29%、11.27%、10.45% 显然这件事情破圈了 财经媒体上是一片狂欢 什么D8出征、华尔街横尸遍野 散户逆袭、逼空大户之类的标题 全都出来了 一副农村包围城市 韭菜闹翻天的架势 扑面而来 这件事情显然没有部分媒体 向我们展示的这么简单 阿牛认为这次JME事件 从逻辑上看至少还有三层表象 值得我们去挖 故事的第一层是一个论坛 加一个软件 加一个带头大哥 让无数草根汇聚起来 干掉了华尔街的大佬 这个论坛就是Reddit 俗称D8 2005年就上线的D8 是互联网世界的侏罗剧公园 聚集在D8中的用户 天南海北无所不谈 从地缘政治、游戏运营 到黑命贵、比特币 十几年的积累 D8逐渐形成了 以海量内容为主的浓厚的社区氛围 成为美国互联网世界中 一股无法忽视的文化力量 虽然悠久历史 D8至今人充满活力 但从流量来说 D8已经成为美国第五大网站 仅次于谷歌、油管、脸书和亚马逊 D8之中有一个分论坛 叫做WSB 不是我撒币的缩写 而是Wallstreetbats 对赌华尔街 所有加入WSB的人 都知道一个信条 那就是You only live once YOLO本意是人生苦短即是行乐 但在这里或许理解为 怂个蛋蛋一把梭哈更合适 在华尔街眼中 WSB是乌合之众的具体地 是韭菜成长的集中营 是胡言乱语的疯人院 在这个疯人院中 聚集着200万想一夜暴富的YOLO信徒 金融玩的就是杠杆 YOLO的信徒不傻 他们很容易在市场上 找到一个散户加杠杆的神器 Robinhan 执意过来 罗宾汉名字里就透着一股浓浓的杰夫基品味 这家在2013年成立的年轻交易商 干的就是服务散户的活 除了免手续费外 罗宾汉最大的特色就是给散户提供免费的杠杆工具 比如期权产品 至此舆论准备已经完成 散户趁手的工具已经下发到位 就缺一位带头大哥了 好在金融圈从不缺带头大哥 虚拟网络的盛行 即便没有大哥 我们也能生生造出一个来 2019年3月 WSB社区第一次有人发帖 说游戏一阵的股价被低估 目标价应该在18美元左右 而当时的市场成交价仅仅仅是10美元 2019年6月 WSB社区第二次出现暴论 说只要价格跌到5美分 第八网友就可以收购游戏一战 毕竟WSB成员 有很多都是在JME买入自己人生中 第一张正版游戏的 在众多高喊悠露的玩家眼中 JME就和小霸王虚击一样 是一个童年回忆 做自己童年回忆的白衣骑士 也就是他们最期待的事情 2019年6月底 散户中的大哥终于出现 一位叫做DFV的大佬 开始在论坛里发帖 说自己要抄底已经跌到5.5美元的游戏一战 他在JME的股价最低点 买入了5万美元的看涨期权 17个月后 5万变成了1,117万 账面资产涨了足足210倍 2019年8月有消息称 电影《大空头》的原型 Michael Burry公开表示自己看多游戏一战 当时他给出的理由是公司基本面改善了 索尼和微软都将在2020年发布新游戏主机 而且新主机都配置光区 这证明压住传统游戏零售业务的游戏一战 还能够起死回生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出现 除了在4月随着大盘反弹 股价诈尸一次之外 游戏一战全年的走势乏善可陈 2020年8月 电商平台TreeLink的创始人 Royne Cohen突然宣布 自己买入游戏一战580万股股票 电商平台加传统线下零售的方式 让所有投资人都浮相联翩 2021年1月11日Royne Cohen宣布入主董事会 帮助公司改善经营 之后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 游戏一战股价暴增 在4天内大涨超过125% 来到了40美元 Coin不仅为GameStop定下了 成为游戏领域界亚马逊的转型目标 更吸引了不少华尔街投行 开始增持GameStop 大量机构资金入局 股价飞起来了 WSB的老哥们开心了 做空GME的大机构们 尤其是香园坐不住了 1月19日香园在社交账号中表示 游戏一战股票的买家 是这场扑克游戏中的输家 其股价很快将回到20美元 这条推特迅速引爆了 一直关注游戏一战的第八 带头大哥一声令下 WSB的散户们开始集结 纷纷买入游戏一战 以狙击以香园为代表的空头机构 1月22日游戏一战股价暴力拉涨 截至收盘涨超51% 暴65美元 由于波动性过大 该股一度触及熔断 当天游戏一战的成长 通交量超过1.97亿股 是它过去三十天 平均值2380万股的八倍 做空的大空头们纷纷落败 其中最惨的还是Melvin资本 和向远一样 Melvin虽然成立时间不长 但却是华尔街一个合格的空头 做空足迹遍布全球 远的不说 2020年底 因为不看好赛博朋克2077 Melvin开始做空 波兰游戏开发商CD Project 并获利丰厚 只用了6年时间 Melvin资本 就把自己旗下管理的资产 从10亿美元放大到150亿美元 但是Melvin资本 碰到WSB的各位草莽英雄之后 似乎好运气 用尽了 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他就惨遭嘎空 基金净值回撤30% 随后 Melvin资本的老板Blatkin 不得不在圈内四处求援 跪求资金 阻止多头继续嘎空 最终 这些空头和华尔街大佬们 不得不更改游戏规则 把散户赶出交易市场 1月28日 包括罗宾汉三类的多个政权经济公司 暂停用户购入游戏一人的股票 典型的玩不起就掀桌子的态度 故事讲到这里 可能有小伙伴会认为 这就是一个韭菜逆袭群策群力 阻击华尔街之狼 让整个美国资本市场出丑的故事 是不是有王霸之气男主苦练神功后 逆袭的爽闻未当 有这个感受的同学 可以在弹幕里打有那味了 接下来阿牛会讲出这个故事的第二层 第二层故事可能不会这么爽 毕竟阿牛认为 凡是真实的东西 往往就不会让人很爽 故事的第二层是流动性泛滥加期权工具 加镰刀护割 让多头有了推高骨架的套路故事 想要了解这个故事 就得知道一个大环境 流动性泛滥和一个工具 期权还有一个近在眼前的学习榜样 软银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个背景 就是为什么这些散户突然有了发难的力量 要知道在我们一直以来的印象中 美股在进入21世纪后 从来都是一个机构市场 而不是一个散户市场 在阿牛的理解中 所谓机构市其实意味着 美股散户的钱 早就在一次次联合收割之中 被收割光了 收割怕了 所以才慢慢形成了 机构占据绝对优势的市场环境 但是到2020年 为什么散户能够卷土重来呢 原因就在于增发的货币 2020年 由于发动损人不利己的贸易战 并且抗议不利 特朗普连番对美联储施加压力 将美联储基准利率 压低到0%到0.25%区间段 美国政府债务水平和M2 在2020年短短一年内 跳涨25.73% 政府债务水平 在2020年一年增长17.18% 这也意味着至少4万亿美元的热钱 投入了市场 而这些钱 小部分以直接发送支票的方式 进入个人账户 大部分被美国大型企业和财团 通过各种手段挂奋殆尽 这个故事并不是简单的韭菜手里有了钱 宅在家中没事干 开始上网炒股票的套路 而是一次群体觉醒的过程 据海童证券此前的研报数据显示 2018年中 美国机构投资者持有市值占比高达93.2% 而个人投资者持有市值占比不到6% 2020年美国政府大额发放补助 居民储蓄增高 叠加居家办公效应 导致散户交易量大涨 根据蓬勃中端统计的2008年后 个人投资者交易数据显示 交易所之外Robinhood等券商APP的散户交易量 在2021年1月首次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超过机构交易量 全天下的散户都有一个习惯 买市值小单价便宜的股票追热点题材 散户买不起股价上天的伯克希尔哈萨韦和特斯拉 那花点小钱买游戏驿站这样的垃圾股总可以吧 于是我们看到流动性泛滥 让整个美股市场策略都在发生变化 之前没华尔街大佬所不持的小市值策略 开始在美股有了支持者 事实证明从2020年开始 美国股市波动较大的股票和财务状况不稳定的股票 整体表现优于大盘 另外资金量虽然小 但是通过Robinhood用期权工具上杠杆总可以吧 期权是指一种合约 这个合约赋予持有人在某一特定日期或该日之前的任何时间 以固定价格买入或卖出一种资产的权利 简单说就是一张欠条 上边写了你在什么时候能够以什么样的价格买卖一项资产 这张欠条自带杠杆属性理论上没有上线 而且它还有四个交易方向 买入看涨期权 卖出看涨期权 买入孤空期权 卖出股空期权 不理解这四个方向也没有问题 大家只要记住 只知道买涨来赚钱的玩家是资本市场的一位生物 知道用期货这些工具通过多空双方向操作来追踪趋势的玩家是资本市场的二位生物 而理解期权从四个方向来锁定风险 赚取超额收益的玩家是资本市场的三位生物 用期权工具来操纵价格 割韭菜就是资本市场的降维打击 那是不是这些掌握期权工具的散户 绝杀了只会做空的华尔街之狼呢 正所谓市场没有新鲜事 很多所谓的金融市场创新 其实不过是把祖师爷的家传本事刷层绿漆重新拿过来售卖而已 而且利用期权工具逼空的套路 其实并不是WSB优伦们的专利 而是华尔街的标准骚操作 上一个熟练运用这个骚操作的玩家 是我们熟悉的选手软银的孙正义 翻看2020年软银的财报 净利润走了一个微型反转的趋势 2020年8月11日软银集团发布2020财年第一季度合并财报 财报显示报告期内软银实现净利润1.26万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1.9% 这个数字也创造了软银成立以来的季度业绩记录 要知道这个净利润数据在软银的2020年一季报中 是负1.44万亿日元 这是日本企业有史以来最大的季度亏损额 历史上能够与这媲美的只有2011年大地震时 一手促成河泄漏的东京电力集团 仅仅三个月时间从巨亏1.44万亿到盈利1.26万亿 软银做了什么呢 简单说两件事卖资产筹加杠杆炒作 软银卖的最大资产就是阿力 3月23日软银抛出了4.5万亿日元的筹资计划 这个计划的关键一步就是从阿力身上套现 即便孙正义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 自己和阿力掌门人是一夫一母的亲兄弟 绝对不会抛售对方的股票 但是在巨额亏损面前孙正义选择食言 通过出售阿力股票期权套现1.6万亿日元 除了阿力 孙正义在同一时间还抛售了价值2.4万亿的Tmobile股份 卖资产筹资只能让软银做到不亏不赚 孙正义当时需要的是一张巨型赌桌 能够让自己闲于翻身的那种 好在正在释放天亮流动性的美国市场 给了软银这个千载难逢加杠而炒作的机会 2020年的春天也是软银赌局的春天 从3月份开始一部分敏感的交易机构发现 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情况不明的巨手买家 在不断吃尽特斯拉、苹果、亚马逊、微软、奈飞等蓝筹科技股 2020年6月11日特斯拉市值超越丰田汽车 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汽车上市企业 此后特斯拉的股价涨速如同坐上了马斯克研发的猎鹰火箭 在60个交易日里成功实现翻倍 根据高盛的数据显示 在8月的下半月 美国股票交易看涨期权的平均总名义价值 每天为3350亿美元 这是过去三年平均水平的三倍多 而这其中绝大部分资金流入了苹果、特斯拉、亚马逊等科技股 市场开始猜测究竟是谁在推动这些科技蓝筹股 股价不断上涨 很快人们就发现了答案 9月4日媒体传出知情者消息称 软银在一季度买入了将近40亿美元的亚马逊 特斯拉、微软等蓝筹科技股 还同时花了约40亿美元 买入这些已有持仓的科技股 以及其他科技股的看涨期权 此外还有媒体称软银的期权 与名义价值500亿美元的股票挂钩 软银当时拒绝对这些评论发表任何看法 当然WSB的YOLO们提供了直接证据 他们发现在二季度软银新进的科技股名单中 包括了特斯拉、亚马逊、谷歌姆公司Alphabet 英伟达、奈飞、Zoom、拼多多 更有YOLO找到数据证明软银第四大股东 日本政府养老金正在间接买入 特斯拉和苹果的深度OTM价外看涨期权 YOLO们将软银的翻身套路总结为 一面买进科技股一面买进这些股票的看涨期权 在股价推高后同时从股价上涨和期权溢价中获利 按照美股场外期权的交易机制 当投资者购买期权的时候市场承担了他们的风险 而做市商是以度量风险敞口为导向的 为了将大量看多造成的风险敞口对冲掉 做市商就会购买相应的衍生品和股票 是因为做市商并不愿承担标的股票价格变动的风险 只愿赚取期权出售以及交易所产生的佣金 简单说当做市商的对手盘用镰刀去割镰刀 是软银这场豪赌的核心机制 通过大量购买看涨期权和正股 软银推动了标的公司股价上升 与此同时做市商需要大量买入正股以对冲风险 这又进一步的促进了股价上涨 在股价上涨到一定程度时 软银可以将价格早已飙升的期权与股票脱手 这样一来软银就可以从正股上涨和加杠杆期权中同时锁定获利 软银豪赌中最成功的案例就是特斯拉 仅从财务数据上看特斯拉的销量只有丰田的3% 盈利能力更是只有丰田的5% 在产品质量上特斯拉更是无法与早早采用了TNGA架构的丰田相比 但是特斯拉的优势也很明显 它有钢铁侠的创始人故事 有题材炒作的想象空间 有众望所贵的市场预期 有已经成型的上涨趋势 有对投资者的号召效应 而且刚刚一拆五的特斯拉还有足够大的群众 大到能够影响大盘氛围 顺理成章的软银染指的美股科技大蓝筹板块 也出现了嘎空画面 纳斯达克指数因为权重科技股的飙升而一路走高 这一市场热情以及软银对科技股衍生品的交易 已经让一些市场老手感到震惊 一位专注衍生品的美国对冲基金经理表示 在自己从业20年以来 这个规模的交易是我所见过最庞大的 据说孙正义在豪赌成功之后 也收到了来自圈内人士的友好警告 孙正义在2020年第三季度上岸了 但更多看中这个套路的恶狼们围了过来 只要翻看一赛游戏驿站的股东就会明白 坚定做多游戏驿站的还是华尔街的大佬们 持有游戏驿站股票的最大多头是FMR 中文明富达基金 它是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以及共同基金公司 很多时候没有之一 直接管理的资产超过2万亿美元 是苹果的大股东 也是Google的投资人 排名第二的多头 我们国内也很熟悉Blank Rock 贝莱德基金或者黑石基金 美国最大的上市投资管理集团 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 2021年1月管理资产规模达到8.67万亿美元 第三是Vanguard Growth先锋基金指数基金的鼻祖 1975年就发行了全球第一支追踪标准500指数的指数型基金 旗下目前管理的全球资产约6.2万亿美元 显而易见他们有嘎空的冲动 更别说这些大佬里还有华尔街 套路之王摩根大通 按照期权价值 摩根大通是游戏驿站的第四大多头 从摩根大通提交的13F文件中 阿牛发现截至去年第三季度末 摩根大通持有368196份游戏驿站的看涨期权 19300份看跌期权 在2020年9月30日收盘时 游戏驿站股价为10.20美元 粗略估计摩根大通的多头头寸价值约380万美元 今年1月份游戏驿站股价最高483美元 如果摩根大通在顶部全部卖出 获利就会达到1.74亿美元 而且这些嘎空多头看上的 可不仅仅是游戏驿站一家股票 而是一个股票池 这个池子里不仅仅包括诺基亚 黑莓 AMC 柯达这样没落的巨头 还有十多只在破产边缘徘徊的垃圾股 看着赤裸裸堆在那里的数据 阿牛就对所谓的散户暴打华尔街之类的说辞 一直持保留态度 故事的第二层是一个镰刀护割的资本局 Ulo们作用很大 但更像是称熟的武器 而不是挥舞镰刀的操盘手 大刘曾经说过弱小和无知 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才是 感谢看到这里的同学 能够看完第二层故事还留在这里的 一定是摆脱了初级吃瓜趣味的人类 按思考绝对是你们的特质 故事来到第三层 阿牛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金融市场究竟是什么 一是一个数字游戏市场 二是一个量化交易中心 三是一个资本交换利益的战场 大家可以把自己心中的答案打在弹幕上 阿牛做过几年私募交易 按照我的理解 金融市场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一座人性博弈的集中营 只要样本量足够大 所有的恐惧贪婪自满愤怒 懒惰焦虑虚荣与傲慢 都会在交易完成的一刹那 化为钱币叮当的响声 所以资本市场在阿牛眼中 永远只是对现实生活的扭曲 与折射后形成的人性市场 资本的博弈也只是现实生活的完美主角 往小了说 只要对人性利用得当 再低级的套路 也能够产生超乎寻常的利润 往大了说 从资本对惨户的舆议引导 到利用期权工具对市场进行干预 再到优伦们人肉香园老总的家人 最终通过游戏驿站 杀腿空投的套路 怎么看都像一位大统领 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发声 抹黑政治团体内外的各种建制派 再使用资本对铁锈代票仓进行舆论引导 最后问鼎蓝星第一CEO的过程 利益背后没有输赢 只有赌徒的狂欢 最近YOLO的带头大哥 又把自己的矛头对准了白银 这是我们下一个发财的风口吗 如果这回转发过两千 阿牛就继续和大家说说 华尔街的白银炒作往事 看了白银视频 也许你能够清楚 为什么白银 曾经是最容易被做空的行业 以及现在YOLO们 为什么盯上了白银的空头 这就是阿牛能够想到的关于游戏驿站 关于资本 关于金融市场的一些思考 也许不成体系 但是希望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认可阿牛的观点 为了防止失联 来个一键三连加关注吧 我是你们的阿牛 期待在资本寒冬之中 能够陪你们走得更远 微信关注公众号阿牛独裁 或许完成版本稿 公众号回复关键词JME 可收到战胜华尔街一书试读版 学习股票投资经验 感谢三连 我们下期见